年尾的大片《急先锋》成色上映了 该片是由唐桂蕾收到成龙羊羊艾伦 武奇以牙领寒出演的动作大片 称之为是今年一匹不用忽视的黑马 事实上这部由成龙大哥强势加盟的动作片《汉点十足》 高燕特效加上了绝美的打斗 绝对是一带亮点 我记得你好像是瑜伽老师对不对 米娅 当时跟唐基里导演和成龙大哥合作第一部电影叫《功夫瑜伽》 拍摄完了之后 我就会对那个动作电影产生非常深厚的热爱 你知道我在片场的时候虽然没有我的戏 我也会去片场跟成加班 就包括跟大哥他们不断在学习 我就看这个动作电影它是怎么样去拍摄 怎么样去完成的 然后我自己也会跟成加班的人让他们教我一些东西 教我怎么样去套招 怎么样去出拳 怎么样去跟机位的配合 从《功夫瑜伽伽》之后 我就对动作电影产生了非常大的热爱 其实在这个我们《极先锋》的时候 其实你训练有三年之久吧 跟我们讲一下你训练了什么东西 需要三年这么久 为了一部电影 我更愿意说是为了一个角色 为了一个角色 对 训练了什么呢 是不是有什么自由搏击啊 潜水啊 上山下海全部都来 对 因为我 因为唐导他当时拍完《功夫瑜伽》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现在做一部电影叫《极先锋》 里面有一个唯一一个出任务的队员 但这个队员呢 他必须要会 他是徒手格斗 同时他会驾驶各种交通工具 而且他不单单要会地面上的搏击 他必须要会上天下水入地 也就是说三星动物 他还不能是两星动物 三星 对 我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学习了自由搏击 综合格斗 中国的传统武术 这些都还不够 还要学会驾驶工具 要会开赛车 要会骑摩托 同时我还学会了滑翔散 自己也会 自己也是成为了自由潜的爱好者 所以其实Mia我觉得啊 您不是一个武打演员 你是一个演员 而且尤其你的 你的作用名非常高 对自己的定位也非常高 因为演员就是要演什么像什么 你在《极先锋》里面 演这个行动队员 你就是非常像一个行动队员 当你转换到另外一个角色 去瑜伽老师的时候 您就是因为瑜伽老师 当然也希望你的演艺师业 越来越发光发紫了 谢谢 谢谢你